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話說行政長官林鄭月娥 今天宣讀了新一份施政報告 在教育範疇方面 她提到會嚴肅跟進不稱職和失德的教師 嚴重的將會釘牌 至於高中的通識科 將會以糾正義化作為未來改革方向 但她沒有提供具體詳情 這些措施在某程度上反映到 當權者在上位者沒有反攻自成 完全是將施政失誤的責任 歸咎在教師和高中的通識科身上 變成是代罪高揚 今天的大公報和文匯報 分別引述了消息指出 通識科將會循著五個方向 來醞釀改革 我看完這篇報道以後就發現 即是將當年的國民教育科借私還運 如果真的按照這個方向去改革 通識科將會被扭曲成為政治科 在說之前 首先要呼籲各位益友 記得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謝謝大家的支持 究竟通識科是如何進行改革呢 第一就是由現時的七級評分制 改為純粹評你合格還是不合格 那七級評分制就是五星星、五星、五星、五四三二一 這就為之七級 如果你純粹改為合格還是不合格 那些學生就肯定不會花時間去研讀 那到時候不照顧校的時候 會不會又變成評分制呢 那這個就後話了 反正他們的目的是 要減弱通識科 在中學民憑史當中的影響 那這個就沒什麼大不了 第二就是要把指定經過審核的教材清單 給學校選用 扭轉教材缺乏監管的局面 說得淺白一點 其實就是搞教科書的審查 未經審查那些就不准用 那大家又可以試想一下 能夠通過教育局審查那些教科書 他會不會夠膽說半句大陸的不是呢 會不會又是說一些所謂得罪大陸的東西呢 會不會整本教科書 到最後就演變成為報喜不報憂呢 反不反映得到歷史真相和全貌呢 能不能夠真正的鍛鍊得到學生的思維模式呢 好了還有一件事 第三就是教師要將工作址等等 涉及到實際教學內容的資料 送交教育局來備案 其實就是叫教師來自我審查 原來他所做的事 全部都是留下的 還說要送交教育局備案 為甚麼呢 說得好聽些就是 有起甚麼事上來的時候 容易追本溯源 找出問題 說得難聽些 是否方便秋後算帳呢 那作為一個教師來說 他肯定會比起以往更加謹慎 當他知道那張工作址 是要交給官那裡備案的時候 其實就是要做到一個客觀的效果 要令到那些教師來自我約束 和自我審查 好了 第四件事是甚麼呢 就是要減少教學內容 將課時縮減一半 這個現時的六大單元就會有變動 並且還會計劃增加到大陸考察 國家最新發展的項目 其實大陸就已經通過很多的渠道 給那些大學生 中學生 小學生 參加那些去大陸的考察團 交流團 但是我總是不知為何 就覺得大陸的安排行程 很喜歡對於現代的硬件很迷信 經常叫人看看 現在到底深圳 或者是上海發展成甚麼模樣 那些完全就是你看著所謂的天際線 或者是看著那些現代的建築物 是多麼宏偉 這些是硬件來的 但是軟件是看不到的 比如說在人才培訓方面究竟是怎樣 或者在法治制度方面是怎樣 或者在歷史文化的底韻方面是怎樣 這些東西完全是反映不到出來的 但是往往大陸就很喜歡叫人們看看這些東西 再不是就看看大陸的科研發展 研究成果 諸如此類 到底這些東西 能不能夠反映得到一個國家的全貌 至於那些學生看完這些東西之後 會不會扭轉了身份認同 我真的很懷疑 不知道是不是有部分大陸人 以前窮得很厲害 就會覺得看完這些 所謂最新發展的項目之後 就會為著中國人這個身份 而感到自豪驕傲 實際香港人有什麼沒看過才行 康樂大廈五十多層的摩天樓 1973年已經建好了 要看這些東西 看這些硬件 看了幾十年了 所以如果有些學生 看完大陸的不知道什麼 最新發展的項目之後 會大喊的 會感到非常興奮的 那些肯定是演戲的 你猜那些農村鄉仔剛剛入城 多餘的 當然如果那個通識科 是改革了的時候 就可能會將這個 去大陸考察 變成是一個 必定需要的項目 那就是人人都沒有走雞 沒得選了 那最後一件事 就是要對於港獨和三權分立等等 創主張去釐清教學原則 讓教師在課堂上的授課過程中去遵守 那其實就是叫那些教師要追求政治正確 一字那麼淺 其實這個所謂五大改革方向 到最後究竟會不會和通識科的原意背道而馳 因為通識科其實就是講 說要教學生思考的方法 強調的是什麼 是自由意志 那如果通識科真的按照這個所謂五大方向來改革以後 那很多的問題就會有些既定的標準答案 有些modal answer 那其實通識科 他最好一件事是什麼 就是說 有一些開放式的題目 任你怎樣來回答都可以 只要言之成理就可以了 現在不是的 有些規矩 有些所謂的原則 不能夠偏離主旋律 那到底你是在教通識科還是政治科呢 其實早在一個世紀以前 國學大師陳人確已經提倡一件事 就是叫做獨立之精神 自由之思想 想不到來到一個世紀之後的香港 本來這個通識科都似乎是有少少的成效 那現在又說要改革 改革就是改回頭 開到車的 好了 跟著就想講一下林鄭在施政報告當中 就提出了一個叫做大灣區青年就業計劃 據了解就是特區政府 會在所謂的防疫抗疫基金裏面 預留4億3千萬來推行 這個計劃就是要鼓勵在香港和大灣區有業務的企業 來去聘請和派駐本港的大學畢業生 去到大灣區的大陸城市那處工作 名額有兩千個 其中大約一千六百個屬於一般職位 對象就是去年今年或是明年的大學畢業生 無論是本港大學或是海外畢業生都可以申請 每個月就提供月薪最少萬八港元 政府就會津貼其中的一筆東西 津貼期就是十八個月 即是年半 其餘大約四百個名額就是所謂創新科技的職位 適用於理工科的畢業生 一半時間就會在大灣區工作 另一半時間就會在香港工作 企業最少就要提供月薪中位數是兩萬五千港元 政府就會津貼其中的萬八元 為期又是十八個月 為何要推出這個所謂大灣區青年就業計劃呢 除了大學畢業生通常都缺乏工作經驗 求職價為困難之餘 疫情影響著經濟都會有一定的影響 其實這些全部我看來都是bullshit 為甚麼呢 既然之間你要是創造一些就業職位 去幫香港大學畢業生的時候 那你為何不在本地裡去創造呢 香港這麼多年以來 自從開埠以來 最好的一件事是什麼 就是絕大部分工種都可以同成工作 你有本地的職位不去開創 然後就欺負大學畢業生回大陸工作 這當然是有問題的 一方面就接收很多所謂的港票 專財 或者是大陸那些大學畢業生來香港就讀碩士一年 就讓他留港工作在中資企業那時候 尤其是從事金融業務等等的事情 做教師啊 總之就是高薪金高檔次的職位來的 就讓那些人去做 為甚麼你不嘗試在這些職位上作出一些限制呢 保障一下本地的青年就業情況呢 反過來就是叫香港那些畢業生回大陸 這些是本末倒置的 難怪那些人會批評你換血 你現在根本上就是在做這些事情 因為乾坤大羅兒嘛 香港青年就回大陸工作 大陸青年就來香港工作 簡直就是本末倒置的 還有啊 你現在這個起身點看起來就很高啊 是不是 18000元 25000元 問題就是 看東西就要長遠的 不要說那些稅制問題 只是說 那個career path的問題 當一個香港的大學畢業生回到大陸工作的時候 如果他是沒有背景沒有靠山的 他能不能夠有一個很好的晉升機會 當然當然有人說 就說不用做死一家公司的嘛 魚不過糖就不肥的 他可以找大家公司另謀高咒而已 問題是人家請不請你 會不會因為你的背景 你的出身 你的省殖問題而不請你呢 誰知道啊 是不是先啊 如果去到中年的時候 三十多歐了 就發現得到有很多問題 到時呢 就真是無語問蒼天 在過去二三十年以來 香港人煩到大陸做事的 多數都是做老闆的 或者是做這些企業的經理 高級職位的 從來就很少去那些大陸企業那裡打工的 這件事大家真的要想清楚才好 更何況就是 五眼聯盟除了紐西蘭以外 很多國家都歡迎香港的青年去吧 英國不要說了 五加一了 喂 加拿大剛剛才公佈了那個的詳情 就是說可以開放些香港的青年去讀書 讀完之後再讀多個碩士 在當地做事 行不行啊 又或者 喂 去澳洲 澳洲都歡迎大家去讀書 還不限年齡 就是很多的出路 千萬不要想死一件 哇 看到萬八元 兩萬五以為很便宜 啊 其實大家都要開始想想這些 你看那些東西全部正在 通識科又說要改這個 然後叫你們香港的大學畢業生 回去大灣區工作 你覺得有沒有前途 如果你覺得有的話 不要緊 你可以去做 不過現在有其他國家 更加只是提供了一些出路給大家 我覺得大家也要去認真地思考一下 如果說覺得都是不好的 那就不要去囉 起碼你想想想 尤其是那些大學生中學生這樣 喂 既然別人提供了這些機會給你的時候 你就去想想 年輕遙遙其實去哪裡都很容易適應 說一輩子流流牆 沒理由浪費了這些機會 我自己的看法是這樣 好了 這一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